我俩是从单位相识然后走在了一起 感情非常的好 自从他染上了打麻将的恶习 从此我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以前在家总是使唤我 不是让我干这个就像我干那个 我爸就是说玩麻将只是为了放松一下自己 总是为了这事跟我吵吵 况且他跟他前妻有联系 他真以为我不知道 他现在和他的牌友经常出去 总是说同事聚会啊交友啊原因很多 成天的不着家我也找不到他 话说白了家里边一切事物都不去理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42岁来自黑龙江 公司职员有请陈先生 女嘉宾高女士41岁来自黑龙江 公司职员有请高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对面这位是你的 是我的老公 老公啊 老公 结婚多少年啊 结婚八年了 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吧 是的 怎么了你 我的爱人染上了打牌的恶习 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的天哪 这个打麻将我认为好像是我也不影响你的工作 我也不想影响咱家的收入 我是点赶周五周六或是周天的时候 闲鱼的时间打打麻将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以前吧得怎么说呢 以前话说白了说由于工作啊 有压力 累会累啊 说大家在手机上下个游戏 说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 这个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说后期呢 不是这种玩法了你知道吗 整天的玩是在手机上打游戏 打什么游戏呢 打这个麻将 每天天天打啊 不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天天打 只是说闲鱼时间 那我那个下班以后 吃完晚饭没啥事 我不愿意看电视 我可以打打麻将 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等于吃完饭您就打麻将 那您干嘛呢 我就熟识呗 盘碗一大堆没人熟识 告诉啥 老公你把那盘碗桌熟了 碗刷了呢 你有孩子吗 有 我姑娘是那什么 上上上 那个高中了 她不咋在家 就是每周的周五回来 周天走 就这样 但是不像她说呢 我做完饭可以你刷碗吗 现在不拿你平等吗 行 就是说的刷碗是 不是说的归谁归定的 说都是女人那活 这个可以不说 有些时候啊 我跟你说 我下班工作了一天 非常非常的累 其实回到家 真想吃的一口肉饭 以前给做 现在饭都不给做了 回家 冰箱里菜都没有 不是我不做 是我做的时候 你让我做了 我做完以后都不回来呀 我做完白做 还得我自己去买菜 回来再现做 再宅再洗 白做你说我还给谁做了 我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有的时候你做完 人家跟同事出去喝酒去了 还有一点 你就说我为啥打麻将 你心里没有数吗 因为他有的时候说 出去喝酒 有的时候加班 没有时间陪我 我们家就是啊 孩子不在家 就是我自己吧 我还不愿意看电视 我说下载个手机麻将 是为了闲鱼吃鲜 明白了 消解寂寞 对对对对 玩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有个尺度 你知道吗 是不是该干什么 该做什么 家务不能不管 孩子不能不管 对不对 孩子不是在家吗 孩子 孩子不在家 每周的周五回来 对呀 不能说那你玩可以 我也不是说不反对你玩 那你做呗 你知道吗 我做 我做像他干嘛呀 对不对 关键他是咋的 他现在有点 是太蛋白 男子主义了 我家里还收拾得很干净 但是他每次吧 回来你知道吧 就是跟人家喝完酒回来 他直接得多呀 多了回来 一手吐到这儿了 你就得收拾 眼睛睡着了 那我不能说一年 三百六十三万 总喝多 总护吧 衣服可满 对不对 好好好 现在就是在手机上打吗 还是说现实生活里也打 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手机玩不算了 以前在手机玩给家还能看着人呢 现在在家棘手了 都棋牌发展到棋牌室去了 有自己的生活圈呢 全是网友的 自己的生活圈 别说棋牌室 别说棋牌室 说到棋牌室我更来气 你知道吗 我们去 我上棋牌室打麻将吧 他就 个人我跟他打麻将那些人 你知道吧 有我们的同事 还有以前的 就属于那个领导了啥的 还有认识比较熟悉的人 我是下班班以后 吃完晚饭 晚了去玩 玩到十一点就散了 马上差十多分钟 要散了 他进来了 我说你等我一会儿 马上就散了 旁边有一个麻友 不是弄这 你先让他说完 你再弄弄弄 好吧 旁边那个 我们也是一个麻友就说 说那个还说 大哥你再等十分钟 不差这十分八分钟 他一听就来气了 嘎桌子给我掀了 到他掀了桌子以后 我去接我的爱人 然后他的麻友告诉我 说那个哥呀 姐哥你先回去吧 一会我跟你说 我来接我喜欢 一会儿你给我送哪去 对不对 你给我送哪去 所以你把桌子给掀了 掀了 而且把桌子掀了 麻将打到你脸上了 脸上还抄着 给你干起来了 打了还不算完事呢 回家进屋 把东西也追了 把你们家东西还摔了 把我们家东西追了 但是说一 关键的是吧 这个摔东西 那个展示篇别说这个 是啥呀 你们这个些 我感觉这七百始这些人 你们记住 你所说的你们这个圈里边的人 我感觉他们就是在合起火来 来欺骗我 什么叫合起火来欺骗你 我的人 给他出主意 那能行吗 就是说那话说白 给七百始玩 最近我还值得有个地方 你知道吗 就是你时间就长了 或者啥的 晚了不回来 晚到七百始还能找着人 对对对 后期连人都找不着了 不是怎么叫合伙 去哪儿了 上同事家玩 为啥呀 他老找 哦 就害怕再打起来 夜不归宇 没有 就是十一二点钟回家 他就是 经常撒谎 我没有撒谎 是他一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同事说你就告诉他了 就是那个在哪儿熟悉了 秧着来 你现在是不是跟排友走得比较近 嗯 关键是咋的 不是近 是非常的近 关键是 比我都近 不是 你又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 你别兜着圈子 不是 不是 因为你动手就不合理 你知道吧 他怎么近 怎么非常近 平时话说白了 就是说得 像这个 我要是说得 说哎呀 喜欢说的 你调伙伴 咱俩出去 溜达溜达 逛逛 啊 包市 你要跟他逛街 现在排友说 把他打电话 别说逛街的事 说起逛街事 我更来气 啊 逛街都说逛街 男的和女的逛街 你说我买衣服 给谁看 不就是给他看吗 对不对 他 我买衣服到那去 这个瞅了一眼 邪了我一眼 那个瞅了一眼 这个不行 那个 要不拿瓶宽 坐在那个 商场的门口 坐在你进去逛街 我这儿等你 不是 逛街那个衣服 我是 那个衣服 我穿在别人身上 是挺好看的 但穿你身上 不是 你看看主持人 现在就嫌我吧 这个 他跟满友逛街啊 真的假的 真是你看 这我还能骗你吗 这我都 还有一次 抓住了 不是我说 不不不 你先把跟满友 逛街的事说完 是我们 那个 一起打完麻将以后 大伙就是说 那个打完麻将 那什么 那个谁赢了 就上谁家吃饭 买菜什么 就在一起做 正好 这看来不是晚上打的 对吧 对 那是星期六 星期六 那是星期六 上午打的 上午打的以后 到了三四点钟 大伙就去逛街去了 说逛街完 买菜一起上他家 坐吃完 以后晚上 接着玩过 正好那周 我姑娘不放假 我就跟他们去了 我们三个女的 一个男的 完了那个 那我们在一起逛街以后 那两个去买菜去了 正好我跟这男的在去走 他那个上 跟单位去买东西了 底下就撞着我们两个了 当时揪着一个摩领子 拎谁的 揪着那个 我跟他逛街 我们一起的 那个男的 来有一个摩领子揪住了 要揍一下 又给 要一顿打 我接受不了 挺能打呀 不是 真的接受不了 打向玩的 忘乎所以 打可以 你怎么就说我骗他 你为什么认为他没骗我吗 我怎么骗你了 你跟你前妻 出去干啥了 你老说你加班 出去喝酒 我不知道吗 我只是不说而已 我不想把咱们这个家伙 破坏 提到我前妻 这个我不回避 但是 有一点我想跟你说 你也是一个当母亲的人 对不对 因为我呢 这是我的职责 虽然说离婚了 不在一起 但是我有责任 去抚养我的儿女 我并不是说 和我前妻 怎么的 偶断思连 或者怎么的 你知道 就是如何如何 这个 请你相信 我绝对不够 你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 你们俩是再婚从组 是吗 对 你说的那女儿是谁 是我的 是你的 那你那边呢 我的人是儿子 儿子 对 就是再婚从组 这个家庭 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珍惜我们的爱情 但是现在我也怎么明白 是 你说她是 你到底是希望 跟我过年 还是想希望跟你前妻 你是觉得 她跟她前妻 还有一些偶段思连 是吧 对对对 就她做了些什么 让你觉得 她跟她前妻 偶段思连 她跟我说 我问她今天 回不回来吃饭 她说她加班 等第二天回来 我看着 她前妻告诉她 约她在柳子的地方 两个人领孩子吃饭 在微信上直接发 我让她吃饭 她看着 我为她先 有一件事 的事情 在来 我 00 的 人 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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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女儿是可以看到眼里的 我希望您的女儿看到的是一个正能量的妈妈 而不是每天东躲西藏找地方打牌的妈妈 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对吧 不管是干什么 要顾及到自己家人的感受 然后顾及到自己的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家风的培养 我觉得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对吧 先生就不多说了 刚才曲老师已经说了很多了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根结是在您 但是 要怎么样地改变之前的根结 您要好好地琢磨一下 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吴老师 许伟就不了解了 对于那些麻将上瘾的人来说 在外面是三缺一 在家里是一缺三 对吧 反正有的打就行 我也掀过别人的麻将桌 因为从小 我见了太多的家庭就毁在这张麻将桌上 你就想象一下那种场景 烟雾缭绕 几男几女 有家有口 天天混迹在麻将桌上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孩子也不管 家里事也不干 一个有责任感的女性 在家里有干不完的活 有操不完的心 你心太大了 你完全没有深知到因为这个麻将 而导致到在家庭当中 你所缺位的责任 你必须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否则的话家庭就会这样就毁掉 至于大哥这边 自己的女人宁愿被108张麻将牌吸引着 也不愿意回家 这是一个男人的失败 你还别什么熊啾啾气 说明你没有魅力 说明你没有做好 他宁愿跟那冰冷的麻将牌 终日相伴都不愿搭理你 你没有魅力 你做男人很失败啊 如果一个女人不愿意跟你待在一起 宁愿整日东躲西藏 跑到外面 跟那群人在一起 那说明或多或少 你这个丈夫在家庭当中所起到的责任 以及能够给他带来的那种安慰感 依靠感不够了 知道吗 所以你也没什么好熊啾啾啾的 你都打不过一张麻将牌 你还揍人 所以说作为重组家庭 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 男人是有责任 但女人的确在自律上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至于大哥这边 如何发挥一个男人的魅力 和一个丈夫的责任 让自己的妻子宁愿待在家里 叫都叫不出去 那就是你的本事 你好好修炼这个 好吧 就这样 成因了 没参与好吗 这事很简单 这个麻将是一中国挺普遍的话题 但是你现在这个打 把家庭打散了 这是不对的 我倒回头就在想 就是四川有很多亲戚 也都打麻将 也没打的这个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没有 人家是怎么打 他就把它变成 你不是喜欢吗 变成一项家庭的娱乐活动 就是都来参与的 但是只是作为周末的一个闲暇 我们规定好 周末这一天 就是一家人出去到个农家乐 打一天麻将 打完就完了 二天该工作 工作该生活生活 你不能让麻将成为你的主流 这肯定是不对的 老师说的话都记住了 可千万不能那样 那样真是该骂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发红堂 真情六十秒 老婆 如果说你要能把 这个大牌的恶心戒掉 我会呵护你一辈子 我不是说戒不掉打麻将 我只是用这个来气气你 没了 亮灯吗 回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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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小辣朋友请 好热 麻烦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不再打麻将了 我打麻将只是为了气气你 我其实特别在乎我们的家 谢谢 谢谢 行了啊 起亮灯吧 哎呦 这拥抱的比摸牌可生疏多了 哈哈